209,《星島日報》 《大病初遇》首度演出為特殊奧運會揭幕 2015年7月27日娛樂D07外遇組加拿大歌手Avril Lavigne 早前宣布《玩上來無病!大病初遇》的他前日首度回歸舞台演出 為在樂慘機舉行的2015國際特殊奧運會任開幕嘉賓 並演唱新歌Fly 如意病如後再次起飛 有留言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為自己打氣 問 愛如早逃 美聯社 網上圖片歌手Avril Lavigne 去年9月到拉斯維加斯慶祝30歲生日時運上來無病 Lime disease 該病是經由扁失咬人傳染 患者會有發燒、頭痛、疲勞及長出俗稱由走性紅斑的疹診等病徵 嚴重時會蔓延至關節 心臟及神經系統 受病魔折磨的他長達五個月無法下H 上月他終於在病後首次上節目 在Good Morning America分享玩病心努力稱 他指病重時呼吸有困難 甚至無法說話和活動 最差時有長達一週無法洗澡 講到中途Avril越來越激動 在鏡頭前不停流淚 當時他指自己以康復七成 仍要接受治療 並希望有時間幫助其他病人 網上留言為自己打氣 Avril果然助言起行 前晚他為2015國際特殊奧運會任開幕禮嘉賓 在台上演唱新歌Fly 並穿上黑色閃爆晚裝飾人 而且身形比之前略伴 但精神飽滿 演出亦絕不欺嘗 開幕禮前一役他為演出彩排 並在網上留言 我剛在台上首次演唱Fly 拼為All the way through 巡窗彩排 我靈不可能變得可能 又稱自己不會輕易放棄 可見他病與後態度非常積極 他昨日又留言感激樂迷對他的支持 女歌手Demi Lovato 也在網上稱為他驕傲 他由上載在後台看特殊奧運直播 並感激嫁樂書華森力加Arnold Schwarzenegger前妻Maria Shriver 為特殊奧運的付出 他的同鄉歌手Justin Bieber Strivey Wonder 靚太伊娃朗哥麗亞 美國第一夫人米希爾等都有出席開幕禮 主委想要有三個月 文字幕提供 紀錄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